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珠圓 它的各個圓件 首先我們先來看左右形 那也有人稱之為寬扁形的橢圓 寬扁形橢圓首先我們的中心點 定在圓點的部分 還有中心點有經過平移 以後到HK的位置 好 一開始我們的條件是長軸 長軸包含了所有的重要的點 包含什麼呢?兩個焦點和一個中心點 所以你看焦點的走向 其實就可以知道 它的長軸到底是左右跑還是上下跑 好,所以長軸第一個 寬扁形它是平行S軸 因為它的F1 F2是左右跑 那長軸長會等於2A 好,等於2A 那我們來看一下焦點好 那焦點做不了假設這是C0 然後這是圓點00 好,所以因此這段長度是C 好,那另外一個焦點我們是-C0 好,這一樣 那經過平移以後 從中心點 平移到HK的位置 HK的位置 那所以我們就把 F1的 X座標 再加一個 C 好,應該是說原本的C 分別再加HK上去 HK 所以這裡加H 右手邊0再加K 好,這也是一樣 這是H-C 然後0再加K 好,那上下型 上下型的話 像長這個樣子 首先中心點 定在原點 然後這個是平移到HK的位置 好,那我們可以知道 它的兩個焦點是上下跑 所以它是平行什麼呢 長軸平行Y軸 那 我們一直要定義長軸長軸還是一樣 2A沒有改變 那焦點的話 C也是上下跑 好,C是上下跑 因為C代表什麼呢 中心點到一個焦點的距離 所以這個C是正負C 那 如果經過平移到HK的話 那你就把原本那個部分 再加一個H 所以H加0還是H 然後 K的話有分正負C 所以K加C K-C 那我們把這四個橢圓全部畫出來以後 發現它中間的這個直角生效型 都符合什麼呢 焦距是 這個半焦距長 OF的是C 然後這個短軸的 半短軸長是B 所以這個直角生效型我們就可以知道 B屏加C屏會等於斜邊長A 恰巧這個斜邊A又等於什麼呢 O到長軸的一個 頂點的距離 長軸頂點距離 好我們來先看一下 剛剛左右形的部分 左右形的部分 從中心點到焦點 這段是C 然後這個是要做短軸什麼的 半短軸長是B 利用B是定義給求得A 好 這個是 左右形的 定在原點 好 左右形定在原點 我們再來看第二個圖 經過平移以後 經過平移以後我們原點原本是00 現在移到什麼呢 HK 所以接下來的所有個點坐標通通往右手邊加一個H 然後往上加一個K 好所以這是第二個圖 在第三個圖上下型 瘦長型的部分 好瘦長型的部分的話 那特別要注意一下因為我們的 F1 F2是上下跑 好所以往上C的單位往下C的單位 好那 這邊反而變成是短軸 所以這裡是B 好這裡是C 好這邊要特別注意一下右手邊這邊反而是 半短軸長是B 然後利用B是定義也可以知道斜邊長是A 這個是我們的 半長軸長 也就是 一個短點到中心點距離也是A 再來第四個圖形是經過平移的時候 經過平移部分 圓點平移到這個位置 好圓點平移到這個位置 所以通通 往右手邊加H 往上面再加K 好我們再接著 仔細看一下 它的方程式 就是 剛有講 既然 我們對著圓點 圓點00 然後平移叫HK 那我們就乾脆直接假設中心點是HK 好那正交懸長其實不變了 因為它一直都保持 那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們推陣出來 A跟著2B平 也是一樣不變 好那我們可以得到一個 上面這個結論 左右形的話我們這個 A大曲長軸 我們主要還是看A的部分 因為A它是控制 半長軸 好那上下形也是一樣看A大曲長軸 好怎麼說呢 我們看這個方式 今天A跟在S下面 我們就知道它是往左右跑的形態 往左右跑的形態 就是左右形 寬點形 那這個是原點是在 這個中心點是在原點部分 那這個是經過平移 平移過的中心點HK 好所以那你去-H-K 經過平移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長軸長 長軸長 是這整段長 會等於2A 好那 長軸方程式 那當然就是取中心點 中心點的什麼呢 因為它左右跑 所以取Y等於K 那長軸頂點的話 我們分別往右手邊加一個A 往左手邊-A 那高度 水平的高度不變 所以倒是K 短軸的話 短軸的話 短軸長是2B 上面這段是B 所以底下這段也是B 2B 然後短軸方程式是直的部分 過中心點取 垂直的部分 所以叫做X等於H S等於H 那它的頂點的話是 高度往上走B個單位 往下走B個單位 所以 HK加減B 好那 上下形的部分 也是一樣 A大取長軸 只是今天A跟在Y的部分 A跟在Y的部分 好這個是上下形 好那可以我們 知道那個 焦點是上下跑 好但是長軸常不變 好那長軸方程式的話 就是過中心點取 直的 垂直 垂直的話是平行Y軸 所以X等於H 那長軸的頂點的話 那但是藉由高度往上加A 好往下減A 那短軸常的話是左右 所以會變成什麼呢 H加減B 所以往右邊B個單位 往左邊也B個單位 那短軸方程式的話 是 橫的部分 橫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取中心點 Y等於K